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机8100的性能要强很多 红米Note12标准版配备的则是骁龙4G1 关于这款高通信一旦入门有G-Sock的性能 后面Tiger会做介绍 除了处理器差异外 红米Note12 Pro和Pro Pass以及探索版 三款手机的配置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外观 音效 快充和电池容量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 外观方面 红米Note12 Pro搭载的是直角边框设计 而红米Note12 Pro Pass以及探索版搭载的都是后三笔曲面设计 也就是类似于Ki40的设计 另外 Pro Plus和探索版的摄像头模组 带口部分是金属的 而红米Note12 Pro则是塑料的 前者质感更为出色 音效方面 红米Note12 Pro搭载的是IMG766加IS光学防抖 而红米Note12 Pro Plus以及探索版搭载的都是三星HPR加IS光学防抖 加7P镜头加高规格镜头 后者的整体配置更高 电池续航方面 红米Note12 Pro为5000mAh电池加67W快充 红米Note12 Pro Plus为5000mAh电池加120W快充 加P1电池芯片 19分钟充满 红米Note12探索版为4300mAh电池加210W快充加P1芯片 9分钟充满 以上就是三款红米Note12系列 在配置及外观上的差距 至于其他方面 譬如屏幕 线性马达 NFC 红外遥控等等都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盘完配置 再来盘盘红米Note12 Pro系列都有哪些卖点 这次红米Note12系列主打的卖点是颜值和影像 先说颜值 红米Note12 Pro搭载支持超窄边框设计 1920Hz超高频闪的Lider无性屏 下巴控制相较于这个价位其他机型 譬如红米Note 11T Pro等有明显优势 是目前最便宜的采用超窄边框设计的手机之一 其次是影像 三款设备搭载了两款Sensor 一款是IMX 766 一款是三星HPX 都刷新了搭载这两款Sensor手机的最低价 其中Pro Plus和探索板则都会搭载两亿像素的摄像头 并且还统一都配备了OS光学防抖 这在千元机上极为罕见 对于在意影像的小伙伴会非常值得选购 不过我们还需要考虑到 天机1080的算力问题 毕竟拍好片 CMOS传感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再次探索板搭载的210瓦快充 是目前全行业最顶级的快充方案 实际充电周期可以压缩在10分钟左右 比较适合想要尝试新技术的小伙伴选择 最后外观设计 质感打磨 体积控制的都较为不错 最后说说红米Note12标准版 红米Note12标准版配备的是三星而来的屏 骁龙四锦一处理器 5000mAh是电池 33瓦快充 红外遥控 侧边指纹识别 48MP 后置双射 其中骁龙四锦一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配置 这颗Soft的综合表现 基本上和骁龙695G类似 画面是它的GCBANCH 5.1的跑分图 总体性能还可以 相比于Pro系列配备的天机1080 其实也并未差太多 红米Note12 Pro系列 以及探索板配备的都是玻璃材质后盖 红米Note12 Pro Pro Plus以及探索板配备 都是采用1G磨砂工艺打磨的玻璃材质 整体质感打磨较为精细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购买建议 总的来说 Tiger认为 红米Note12系列中 红米Note12 Pro的 6加128G版的性价比最高 入手价格仅需1699元 作为一款偏向入门级别的影像手机非常合适 其次是红米Note12标准版的 6加128G版的性价比也不错 1299元 骁龙四锦一 适合买来送给父母 或者当作备用机使用 至于其他版本 红米Note12 Pro Plus 8加256G 2099元起 红米Note12探索板 8加256G 2399元起 Tiger个人认为 整体性价比较为一般 不如红米Note11T Pro 以及红米K50性价比高 毕竟影像性能 对于这个价位的小伙伴来说 并不是刚需 核心性能在某些时候更为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发布的Redmi Note12系列 哪个卖点吸引你了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